今天是我小表妹的极限生存第十天 夜晚实在是太太危险了 小团子的安危也是岌岌可危 小伙伴说竹林有很多小熊猫 为他们吃竹子就会有神器相赠 神器?真的吗真的吗? 我的桃林可都小熊猫了 拿上竹子这就去找小熊猫 穿过竹林一只小熊猫都没有看到 奇怪了明明很多熊猫的 找到了白黑白黑的 戴着黑色小手套的就是熊猫了 小熊猫小熊猫能不能告诉我神器在哪 小熊猫怎么不理我 哦一定是我没给它吃竹子 我这里全是嫩竹子都给你吃 都吃了整整三十个 怎么还不满足啊 虽然这里竹子多也不能这样吃 再给你吃点 嗯这是什么 小熊猫怎么省星星了 我把小熊猫喂胖了 身上还背着小竹篮 我就不该给你吃那么多竹子 这个是空心竹筒 这就是小伙伴说的神器吗 骗人哪有神功 我还是回家吧 太阳公公下山了 为什么喂了一整天 我的小动物都没得吃 打开工具箱 合成点面包 哎这是什么 空心竹可以合成一个吹箭筒 这就是迷你大陆第一把神功 C线家里有的是 但是发射的箭需要更多的空心竹 没问题没问题 小熊猫给你吃竹子 你只要给我空心竹就行了 这样吃下去 小熊猫胖死怎么办 我可不想见多你减肥 还是去找另外一只小熊猫吧 两只也有半 找到另外一只了 小熊猫二号快跟我走 跟着我小鱼儿好吃好喝 熊猫一 熊猫一号 熊猫二号 开始吃竹子啦 没错了没错了 两只熊猫吃了我一堆的竹子 现在有四十个竹筒啦 获得一个吹箭筒 有了吹箭筒 当然要有飞镖啦 能做二十四个飞镖 现在要找谁来实验实验呢 听大牛说 有只狼一直盯着我们的牧场不放 搞得阳心惶恐 娜娜 就躲在草丛里面 妈呀 还追着我咬 来得正好 给你试试我神器的威力 就先拿你开刀啊 看剑 骏狼 怎么中毒了 原来这是毒剑 头都中大了 没两下就倒在了我的毒标下 那今晚就能和小怪物生死决斗啦 趁着天还没黑 多做一些毒标出来 现在万事俱备只限小怪物了 天可算黑了 看到了吗 无数只怪物在我的小地盘附近盘旋 看来是奔着我小鱼儿和团子来了 看我不一一解决你们 看招 长毛怪别以为有长毛我就奈你不合 我可是有毒飞标的 试试我小鱼儿排毒标 一个两个三个 轻轻松松解决啦 不对 家里已经给怪物霸占了 看来我是中了电虎临山之计 幸好发现得及时 看我不一个一个解决你们 还招坏了爆爆蛋大军 先给你们吃点毒 看吧 这个爆爆蛋头肿得跟个球一样 再慢慢解决你们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了 这下有三只怪物跑向团子之家 看我的 啊 烧起来了 汤汤 我小鱼儿刮不敌重 给怪物都包围了 等等 长毛怪要跑进团子家了 不行 我赶紧睡个觉 还有爆爆蛋阻挡我 不能让爆爆蛋爆炸了 声东提西 好了 可以安心睡觉了 晚上太可怕了 小团子小团子 你怎么样了 幸好小团子没事 夜晚太可怕了 看来还需要多做准备 有什么好事 你那行